接下來我們要看第九章 電磁感應 這個電磁感應其實是 因為來到我們在講電磁學的最後一個 我們在上學期末講了靜電 不會動的電 這學期一開始就開始來講電荷會流動 流動起來就叫電流 這兩章通通都在講電 到了第八章就告訴你電荷流動起來 就會產生磁場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講的最後一章 就是磁場也會產生電 磁場會產生電 磁生電這個概念 同學當然知道這個其實主要貢獻是法拉第 是不是 常常聽到法拉第電磁感應定率 法拉第電磁感應定率 所以這一章我們最主要就在講這邊 同學猜猜看 你們還記得嗎 電生池 我那時候提出來是誰發現的 二斯特 二斯特在一八二零年是不是就提出來 你們記不記得我那時候跟你講 他發展快不快 兩個禮拜安培就提出來了 電流產生磁場的概念對不對 一個月後 BioSafa定律大家聽起來多難啊 可是一個月BioSafa是不是就提出來了 那個是我們那時候有跟大家講 因為物理已經發展到夠成熟 數學也是 所以發展就非常非常迅速 然後 接下來科學家當然就很厲害 就開始想 既然電會生池 來請問池鹽應該會怎樣 升電 這個電生池 這是1820年提出來的 隔年法拉第就有這個想法 應該可以升電 你們要不要猜猜看 池升電大概是 最後被確定是多久以後 猜猜看你會覺得很快還是很慢 幾個月還是幾年還是幾十年還是幾百年 絕對不會幾百年 1820到現在也不過才200年這樣子 好來請問怎樣 10年 10年左右 其實是一直到1831 來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這邊 為什麼 在這裡 課本 好請同學看一下課本的第92頁 好我們把這邊稍微畫一下 好來 1820年 二斯特發現了電流池效應 注意喔 隔年1821年法拉第就想到這件事情 既然想到這件事情法拉第一定有去做 可是有沒有做出來呢 很久 反而是美國1830年亨利 來他在這個也是一樣一個中學老師 來發現了這件事 然後發現了這件事情 來法拉第 來剛剛講 不過一樣 亨利可能就是沒有再繼續做更深入的研究 那比較更深入的研究一樣就是 1831年法拉第 經有跟他類似的實驗 來指出變動的磁場 也可以產生電動序 進而在封閉的線圈上產生電流 來這是電池感應來最基本的概念 為什麼要這麼久 10年 10年以科學發展來講不算久 但是以當時電針池的這種發展的速度來講 是不是覺得有點久了 你們知不知道為什麼 好啦下課休息 好來我們剛剛問了大家說 為什麼法拉第已經有這個想法 卻整整隔了10年 你們知道整個回事嗎 答案其實在上面 剛剛最後跟大家講 變動的磁場可以產生電動式 進而在封閉的線圈上產生電流 這就是所謂的電池感應 這個電池感應這個 大概他最基本的講法的敘述 就是這一段話 好來可不可以知不知道為什麼 他實驗為什麼做不出來 沒有變動 我跟你講來沒有錯 男的地方在這邊就是磁場要變動 因為你如果純粹跟那個電針池來做對到 大家想想 來電針池這是導線對不對 電流 請問一下要不動 沒有動啊 來旁邊磁是不是就會偏軟了 可是你現在如果拿一個磁鐵 來對不起 來假設這是線圈 來這是線圈 拿一個磁鐵放在這邊 請問一下 線圈上面會有電流嗎 你們都國中就學過了 是不是要動起來 可是你在電針池這裡面 有沒有學到那種會動的概念 所以他花了很久時間 奇怪就是不會動 就是不會動 然後而且喔 那時候我聽說有另外一個人 科學家 他其實也是在做類似的實驗 但是呢他就很擔心說 因為你這個電流會動 有時候是外界一些干擾 所以他就把這線圈 接了一個安培計 但是他很害怕這個安培計受到干擾 所以他就把線拉很常很常 on 拉到隔壁實驗室去 然後呢那這邊磁場呢 哎磁棒真的讓他動了 然後呢 動了之後來 磅磅磅磅去看 沒有喔 我說這個東西動了就在這邊這樣動一瞬間而已嘛 每次都有學生說老師那是誰 因為他失敗了 所以什麼名字都沒有留下來 所以其實這邊的確就是他有困難 但是你如果再回頭想一想 就知道電伸磁其實也有在動 來 你們告訴我 這是電伸磁有沒有動 有 我們眼睛是看到聚光的這個導線當然沒有動 可是電伸磁在裡面有沒有動 可是那時候就是因為你不知道他裡面真正的原因是怎麼一回事 有什麼事情嗎 哈囉 兩位 沒有啊 你在我前面這樣叙叙叭叭的 我覺得很吵 好 來 所以我們剛剛在那邊講 其實這個東西會卡住了 然後來 那那個法拉蒂本身 你們有看過法拉蒂的故事嗎 這是一個很有名的一本傳記 有空可以去看看一下 這段時間如果可以去看就去看吧 你們應該大概有聽過 他其實是自學出來的 他自學出來我可以跟你講 他的數學就是沒有那麼強 但是他就是屬於那種物理直覺非常強的人 所以他可以提出因為他數學不好 所以他可以想出很多各式各樣想法來敘述物理的想法 所以有名的磁力線電力線都是他舉出來的 所以你們知道嗎 他是當代最有名的科普演講家 大家都很喜歡聽他講 你們知道為什麼 因為沒有數學他就懂了 大家都聽得懂嗎 是不是 沒有這個東西 而且他就用一般人可以這樣去理解的方式去講 所以他就大家都很喜歡他演講 但是現在接下來的話請同學要注意了 那個誰怎麼一開始上課就倒下去了 來加油 我跟你講 你一個東西如果要繼續發展 尤其是物理這種東西 你非得要數學不可 不要告訴我 我只要這樣想 絕對不行 你一定要再加上數學 才有辦法繼續做更深入的發展 所以後來 雖然法拉第不太情願 可是真正把法拉第這些定律把它量化 把它變成數量化了 來就是很厲害的馬克勢威 那我順便跟大家講 之前清大天文所有一位教授就跟我說 他說你要跟同學講 最重要的兩個科目 英文跟數學 我跟你講這兩個都是語言 數學是科學語言 對不對 那英文的話我想就不用講 所以我希望同學自己可以注意一下 這兩個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然後你我剛剛講說 所以你看馬克勢威才能夠極大成 所以馬克勢威成就 那你說跟法拉第不一樣 可是實際上 19世紀最厲害最偉大的 我們在舉例的時候一定都說是馬斯維 來他把這些所有電燈池 磁聲電庫倫定律安培定律 把他在1864年 極大成變成一套完整的電磁場理論 所以電磁學的發展在這邊可以講說 就是來到高峰 那所以我們接下來就要開始來討論這個電磁感應 但是要講這個之前先給大家看一個圖片 我不太清楚你們有沒有看過這個圖片 在這裡 請問這張圖片你看到什麼 看到什麼就跟我講沒關係 來看看什麼 兔子 還有什麼 樹 還有咧 太陽 還有 沙 河流 還有嗎 草 還有嗎 天空 天空 白雲 白雲 還有嗎 還有什麼 這跟今天一樣天氣這麼好 我們根本不應該在這邊上課對不對 就應該跟小兔子一樣到河邊去吃蘿蔔 右下角這是什麼 你們簡單簡單就講草 拜託這個特別講有一點學問點 你知道什麼 雜草 什麼 蕨類 是不是比較像蕨類 講到這個蕨類的話 有一個APP很好 我覺得大家如果喜歡這種花花草草的話 我去有時候出去外面爬山怎樣 看到很多花草 就很有意思 有一個叫行社的APP 你們知道嗎 行社 行社 你們去搜尋一下 然後他可以立刻拍照 立刻把他看 跟你講他是什麼 而且他還會特別介紹 那當然要有網路 那如果沒有網路也沒關係 就先拍照 回家再讓他收也OK 那個這是題外話 好 那這個是什麼 這張圖叫做 是的 你 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怎麼看到這世界 來這世界就是這麼美好 對不對 就像這樣子 所以根本不應該在這邊上課的 可是沒辦法 我們現在在上物理課 所以這張圖 在物理學家的眼中 就變成這樣子 看了 有人看過嗎 裡面有多少你看得懂的 趕快找 然後最下面那個 最下面那個 最下面那是什麼 還有這個樹 哎呀小兔子在怎樣 蛤 小兔子不要告訴我光合作用 小兔子呼吸 樹呢 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 好還有嗎 還沒認識 有什麼 我等一舉症 蛤什麼 哇塞竟然有舉症 人家 我們看到絕類 來物理學家 科學家 看到的竟然是看到舉症 這樣排列整齊的東西 來竟然是有舉症 好它是什麼 水 好 水 這叫做連續方程式 就是流體在流動的時候 來它會遵守的方程式 他看到水流 來看到這個 來還有沒有看到什麼 有沒有認識的 沒嗎 有吧 你看到融化的太陽 人家看到何融化 這個引力是發生在怎樣 萬元引力 太陽跟地球之間 是不是有萬元引力 再來 來下面這個式子 實在是太厲害的式子 有人知道這是什麼嗎 RμNu減掉二分之一 RgμNu等於八排GtμNu μNu就是下面那個角碼 來這是什麼 這是你第一次聽到這個 但這就是厲害到不得了的 廣義相對論 崇拜的眼神 廣義相對論 來這也是跟重力相關 然後你剛剛看到空無一物的天空 來這裡面這四個 倒三角形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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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三角形打X Cross E 對不對這是Cross 來這裡面Cur Cur B Cur E 來這些到底是什麼 這四個方程式就是馬斯威方程式 就是電磁波怎麼傳播 就是電磁波 所以 來這個太陽到我們這邊 是不是傳播了這些電磁波過來 還是在告訴你 但是這樣 所以我們看過去 空無一物的天空 竟然充滿了什麼 電磁波 哇 充滿了電磁波 你要 有時候你要慶幸 我們眼睛竟然只能夠看到 那麼多 無限 不 那麼多電磁波波段裡面 那麼窄的一小段 我們只看到那麼一小段 就已經覺得這四件 顏色非常的豐富漂亮 對不對 你可以想像嗎 你如果可以看到全破波段呢 抓狂吧 對不對 你可以想像是空中充滿的東西嗎 什麼 就像蜘蛛獅這樣子 密密麻麻的 所以這也很特別嘛 對不對 然後像 我們知道有些動物 是不是可以看到 譬如說偏紫外線的 有的是看偏紅外線的 對 但是 蜜蜂啊 蝴蝶還是狗啊 有些都聽說 可以不一樣 狗是聽說是耳朵 是聽到 頻率更高還更低的 這也很特別 就是說 你今天如果有外星人 搞不好 他的眼睛看到的不是可見光嗎 可見光只有在地球才叫可見光 對不對 這句話是不是很有學問 哎呀 再來 你看到的山 來科學家看到了什麼 天啊 這叫做什麼 看到的山 火山 這叫 木立葉的方程式 三型 看起來像山 火山 你看到的鳥 很自有自在的豪翔 他看到了白牡蜜方程式 這叫做流體方程式 我們現在教材已經刪掉了 流體方程式 來就是鳥在飛的時候 來他拍動的氣流對不對 來這邊遵守 然後你看到的空無一物的藍天上面 哇熱鬧的不得了 像蜘蛛一樣 來測試什麼東西 這個叫做宇宙射線 這個圖是飛漫圖 就是他宇宙射線進來接持 他一直在跟粒子做碰撞 所以他在碰撞過程中 就會產生各式各樣的粒子 所以你眼睛如果都看得到的話 你會覺得好累喔 好來這是科學家看到的 來你覺得有趣嗎 還蠻不錯的 來那就來二類吧 好來這是科學家怎麼看到這世界 我是覺得還蠻有意思的 大家看看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圖的時候覺得很好玩 那這個是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看起來是好累好累的話 那我們就回到正常人這樣就好了 我們就到河邊去吃紅蘿蔔那就好了 好來現在看這邊 來93月第一節 硬電動勢 來剛剛跟大家講 來法拉第他實際上 我們剛剛跟大家說他到1831年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才發表 他那在10年的時候他其實做很多很多實驗 確實的年代我不是很清楚 我再猜他應該 比較早之前在1831年之前就已經發現了說 有一些現象會產生硬電流 問題是 哪一些現象會產生硬電流 來第一個 來產生 產生硬電流 對不起喔 那個電流叫做硬電流正式的名字 舊教材會叫做感應電流 你看到有一些書也會寫成 或參考書會寫成感應電流 那現在正式的名字就是感應電流 因為感應而產生的這個電流叫做硬電流 產生硬電流的方法 實際上 這個法拉第發現很多現象 很多實驗都會產生硬電流 那他其實要發表的時候 他必須要把那麼多的現象去做歸納 你不可以跟他講說 我今天 怎麼講 第一種方法也會產生硬電流 第二種 在你的論文裡面寫了幾百種方法 可是實際上這幾百種方法 有可能其實是不是幾 可以把它整合成幾種對不對 我聽說他做了真的大概有幾十種 甚至上百種的實驗 然後看可以產生硬電流的方法 然後他最後他把它歸納成三類 這三類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所以來第一個是第一種實驗 叫實驗一 來這個直接看圖就好了 來這種是這樣子 來就是這邊有線圈 來這邊有線圈然後有磁棒 那磁棒靠近或者移出的時候 來這線圈上面就會有電流流過 那再來請問一下 磁棒不弄線圈弄不可以 可以 可以 所以光像這樣子 他就可以反覆做很多對不對 那N靠近 或者S靠近 N遠離或S遠離 好來這些通通都可以 好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來這個上面要不要畫都可以啦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大家知道 這是第一類實驗 第一類實驗 其實就是線圈跟磁棒 有相對運動 好 同時還發現 嗯 好 同時還發現 速率越快 來指針偏轉就會越大 好 像這種 因為磁棒而感應產生的電流 叫做硬電流 所以就在想 是不是兩個一定要有相對運動 注意一下 這種就是抽屍剝繭歸納整理的動作 所以這其實是非常麻煩複雜 你要把很多很多的這個 實驗歸納成一類 好再來再做 所以第一想是不是要運動 來後來來到第二類 就發現不用運動 好 來第二類是像這種 好這種的話就是兩個線圈 這你們一定有都看過對不對 來兩個線圈 其中一個線圈接著電池 另外一個線圈沒有接 好當第一個線圈 來他這個電流 來通過跟段通路跟段路的瞬間 另外一個也會產生硬電流 但是來請問一下他如果一直維持通路有沒有 沒有 所以來在左邊 當開關第二行接通過切斷的瞬間 注意喔是瞬間 減流地的指針就會偏轉 但兩次的偏轉方向 所以這邊就說 欸這個線圈啊突然通電 突然通電了 也就是他突然產生了磁場 或者是磁場突然消失了 也就是第二種就是 欸那磁場是不是要有變化 來磁場是不是要有變化 注意喔到了第二類 就留下這個問題 是不是要有變化才會產生硬電流 好但是第三類 所以你看我們這幾類他情形是不一樣 你看第二類就沒有動喔 他只是開關開開關關 好來第三類是這樣 來大家看 剛剛講說磁場要不要動 所以他就設計了一個磁場沒有動 哈囉 哈囉 來這邊N這邊S 磁場不動 誰動 哈囉 來磁場不動誰動 謝謝 來現在同學直接告訴我就好 來做帳面N這邊下面S 來群太帳進來有沒有 來這邊N這邊S 來從外面上進來 來有沒有有沒有 外面進來有沒有 外面進來有沒有 他如果一直維持在裡面 出去 有 來對不起再來 這樣上下動有沒有 沒有對不對 來這樣子轉有沒有 有 來這樣轉有 所以這些有一些概念 所以對我們來講 來他題目裡面這邊 有實驗可以發現當線圈向左 向右 動的時候來 我們這邊有一個說法叫做切割磁力線 切割磁力線 所以你剛剛如果是上下運動 就沒有切割磁力線 那你如果是這樣子轉的時候 來也有切割磁力線 大家可以想想 你看來我從外面進來 有切割到磁力線對不對 那如果你整個在磁場裡面這樣動 還就沒有去切割 那如果你轉的時候 也有切割的那種概念 那種感覺 所以像這樣子 來這時候就會產生硬電流 好但是切割磁力線來 這到底又是什麼東西 那其實 這是法拉第 大概他做了很多很多的 幾十種的實驗之後 來把那些所有的實驗 歸納成這三種 都會產生硬電流 本來我們這些 有一些東西是可以做示範 但這幾天你們知道 在科學班在考試 然後接下來我們實驗室要整修 那我們高山那邊的東西 現在都已經收了 都收了亂七八糟 所以 我們先給大家看 對不起 就先看模擬的 PHET跟你們講過了嗎 對不對 就科羅拉多大學 美國科羅拉多大學 那邊他們做了很多的這個 模擬的實驗 好來這邊有一個法拉第的 我們來看一下 雖然就很簡單但是 至少可以看看 為什麼這麼慢 為什麼沒有動作 有了 好來在這邊 對不起 這個字實在是非常的細 來 我們現在先看一下 來燈把關一下好了 可能會比較清楚 大家可以看到 來這邊 這個還沒有在法拉第 來這邊純粹就是告訴你 來磁鐵 在周圍產生了磁場對不對 來磁針 來大家可以看到 紅色是磁針 所以紅色的 來就是我們磁場的方向 像來到右邊 N級 大家知道N級的話 磁鐵線是不是向右 所以來這個紅色的 也會指向右邊 來這是我們可以看到 來是這樣子 好來再來看第二個 好來這就是我們講的 來你看 來這是線圈 來這是磁棒 所以來他現在用什麼 來大家看到 他用燈泡 來這樣子 來我拉快一點 來拉快一點 是不是就比較亮 對來如果慢慢拉 慢慢拉 是不是就比較慢 對 好來這樣子他還可以改成 所以來大家可以看到 來注意 來我這樣子 來注意 好來你看我抽出來方向 來你可以看到電流方向 這樣還可以看到電流方向 快一點 越快越快 來這個是 這就是剛剛講的 是不是有相對運動 來注意 我剛剛這邊是磅子動 來接下來我線圈動 看可不可以 哈囉來線圈動可不可以 哇可 看得有點頭痛 哈囉來請問一下線圈動 來指針有沒有動 我們用那個燈泡好了 用燈泡 哈囉 有沒有 有嗎 是不是 好 再來 這個是什麼 這是電磁鐵 這是電磁鐵 所以這只是告訴你說 如果我現在通電 來通電產生磁場 那如果電流小一點 磁場比較弱 再來是這個 好這就是兩個線圈的 兩個線圈的 來注意 來這邊你看 這邊左邊一直有電荷流動對不對 右邊現在有沒有改一面流 沒有 但是我斷掉那瞬間 大家有沒有看到右邊 來看那燈泡 切掉瞬間 來 對不起 來這樣子 我現在在移動 我要播這個開關 哈囉來是不是就播這個開關 開關 但是如果開關一直流著 是不是就沒有 所以來 但是你現在這邊 如果他一直維持動的話 來一樣 來這樣子移動 來這樣子移動 是不是也是可以 移動就是相對相對運動 好 那最後一個是我們這邊 最後會講到的就是發電機 他這個發電機 他設計的實在很好玩 你看他動他讓什麼動 好 水力發電 水力對不對 來推動磁場 來他是讓磁棒動 那其實我們一般的那個發電機 應該是讓線圈動 比較少是讓磁場動 好那這些模擬的其實就是 很有意思的 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 但我們現在沒有什麼時間 所以我們就先跳過去 好 所以 等檔案 所以法拉第接下來就開始來整理 來下面第二個 到底硬電流 是怎麼一回事 於是就想到了 我們為什麼要先講第七章 同學可不可以告訴我 來這根導線 如果有電流流過代表什麼意思 他才會有電流流過 來一根導線 一根導線 一根導線 之所以會有電流流過 一定是兩端有什麼 是有電位差 電壓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剛剛看到那些東西 有硬電流 那就代表在線圈上面產生什麼東西 電位差 那個電位差我們叫電動式 電動式 這個電動式 跟電池的電動式的產生不一樣 大家知道來電池 之所以來這邊會累積正電荷 這邊累積負電荷 來有了電動式 來那是因為什麼 化學變化 有化學能來的 知道嗎 化學變化來把正電荷分 負電荷分開 來現在裡面有我們剛講的這些線圈 相對運動等等 來這裡面有沒有化學變化 哈囉有沒有 沒有 但是他一旦產生硬電流 就代表線圈上面一定有什麼東西 電動式 我問你們來 是要先有電動式還是先有硬電流 哪一個比較基本 一定是有電動式嘛 有的電位差是不是才會產生電流 但是你眼睛比較容易直接觀察的 是不是就是電流 所以你在國中在講電池感應的時候 一定都是講電流 但是我們到這邊不一樣 我們這邊我們就要去知道 為什麼他會有電流 他之所以有電流是因為有電動式 這樣知道嗎 我們要從電動式這個角度來看 好所以這邊寫一下 因電流會產生來是因為產生了 來那個叫做硬電動式 以前的話就叫做感應電動式 來那現在就硬電 硬電動式 硬電動式 他跟電池的電動式的產生原因 是不一樣的 好來這一段的第二行 這種電動式顯然來自線圈和磁場的相對運動 來剛剛第一種 第二個線圈內的磁場改變 第二種開關開開關關的時候 來線圈內磁場會改變 或者第三種導線在切割磁力線 這三種 這三種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可是他就是會產生電動式 所以這種電動式我們叫做硬電動式 好 那麼 後來 來好了嗎 在95頁 法拉第怎麼解釋 我的課本又不見了 出去 我的課本又不見了 把它關掉重來 好 大家看一下第95頁 來這邊 來 法拉第 等一下第三個法拉第 法拉第怎麼樣解釋這個電池感應現象呢 他是這麼說的 根據剛剛那些結論 來有相對運動也好 還是磁場有變動還是切割磁力線 來他發現是這樣 是線通過線圈的磁力線數目發生變化 注意喔 你今天如果是磁棒有相對運動 來你看 來磁棒有相對運動對不對 那我這個磁力線本來是長這樣子 長這樣 所以當你有相對運動的時候 來通過線圈的磁力線數目是不是變了 好 第二個 第二種 第二種的話 來就是有另外一個線圈 第二個線圈來這邊接了電池 那接了電池 來你開開關關的過程中 來就是有 這邊有電流沒電流 那有磁場沒磁場是不是 所以來這也是 好第三種 第三種 來這邊是N 這邊是S 你如果把這線圈來這樣 往這邊移過去 你眼睛看到叫做切割磁力線 那可是你如果仔細去看細節 來也是一樣 來通過這線圈的磁力線 是從5到有 所以注意 他很厲害 他把它做了幾十種的實驗 分成三類 然後又把這三類的原因 整理出來之後歸納成一個 歸納成一個 所以這一定是 就是你非常有頭緒才有辦法這樣做出來 他告訴你就是這一個 通過線圈磁力線數目發生變動 然後這樣子就會產生硬電動勢 再來如果數目變得越快 電動勢就會越大 那有了硬電動勢就會產生硬電流 但是我現在要問同學一下 我們最常考的大概是類似像這樣 如果我今天畫一個磁場在這邊 請同學來回答我 那這裡有一個線圈從外面移進來對不對 移進來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上一頁的那個圖 譬如說你從上面補視下去 大家從上面補視下去 電場是不是就舉入 然後有個線片是這樣移過來 所以這個就是這個圖而已 請問現在這樣有沒有硬電流 來回答我來有沒有 當然有嘛 不就不就剛剛的圖嗎是不是 好來所以這個有電流 既然有硬電流來有沒有硬電動勢 加油當然一定是產生的硬電動勢 才會產生電流 好我要問的是下面這個問題 好一樣 剛剛那個線圈 如果我現在就是一根導線而已 就是這樣 哈囉 來剛剛來回到這邊 如果我今天沒有這堆東西 沒有這堆東西 只剩下一根導線 一根導線 這樣進去 來有沒有硬電流 有沒有硬電流 哈囉有沒有 一樣有切割磁力線 我們剛剛在這邊 那如果有一個解釋方法 來不是有切割磁力線 來現在告訴我 來如果把這些都拿掉 只剩下一根導線而已 來剩下一根導線 這樣有沒有硬電流 哈囉有沒有 有點疑惑 你如果在疑惑的話 這代表你對電流 有一些沒有搞清楚 請問一下 只有一根導線 這樣子會有電流嗎 請問一下你如果即使你有電流 來你說這樣子流過去 然後之後呢 我沒有電流的話 來這個路一定要是什麼 是不是就是封閉的 所以我跟你講來這種沒有電流 可是有沒有電動室 為什麼電動室 哈囉來 為什麼會有電動室 來這邊沒有電流 但是有沒有硬電動室呢 這邊其實要從 微觀的角度來跟大家解釋 到底是硬電動室是怎麼產生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可以先跟你提一下下 但是我後面還會再更詳細的講 我跟你講電動室不就是我跟你講 我們剛剛跟你講電池 電池之所以會產生電動室 是因為裡面發覺變化是把正庫電荷分開 好來大家先來看這根導線 這根導線的話裡面是金屬嘛 對不對 所以大家裡面是不是很多次有電池 來你再來看 來請問一下 這根金屬放往這邊 好 磁場止入裡面的電荷 對不起 這是正電荷受益這樣大 所以電池受益就像 唯一可以動的是電池 所以 來你就會看到 有一些 來有一些電池就跑到下面聚集 那上面失去電池相對就帶 正電 請問你看到電動室了沒有 等一下 什麼叫電動室 來我們不是講電池化學變化 這邊累積了正電荷 這邊累積了負電荷 這邊累積了負電荷 來這兩段是不是就有電動室 請問一下現在看到沒有 看到了 你看到 來下面累積了一堆什麼 上面累積了一堆 上面累積了一堆 他 你如果眼睛只是看結果 一模一樣啊 一堆一堆正一堆負啊 只是它們形成原因一不一樣 來電池是來自 化學能化學變化 這邊是不是來自磁力那邊推動 這就是我講的 請問一下 這時候就是我不是跟你們講說 來一個電池來這邊 請問一下這兩段有沒有電位差 哈囉 我在講電流時候就拿 我說來一個電池拿出來 請問一下他兩段有沒有電位差 可是他有沒有電流 這邊有電位差 可是有沒有電流 沒有 沒有 什麼時候才會電流 要把導線 是不是這樣頭尾接起來 哈囉 來到這邊 頭尾接起來對不對 所以在這邊一模一樣 來大家看 左邊這個 這根導線一樣 來 因為他往右邊跑 所以來這邊累積負 這邊累積症 於是你就看到了 喔 這裡有一個電動式 那有一個電動式 我兩段又把它接起來 來這邊就有電了 所以這個電動式 就相當於一個電池 相當於一個電池 只是形成的原因不一樣 好來這沒關係 我們就先 擱在這裡 來這樣OK嗎 好 所以我們現在大概有些概念了 好 好 我們第一節先在這邊結束 先把它打破一下